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歌《博物史话》,咱们继续寻找东北的100座博物馆。 我个人感觉啊,这三座大方块式的现代建筑作为科技馆恰如其分,作为博物馆就缺了点古典韵味。 给大家看一看南京博物院的主体建筑,无垫顶古建筑的辉鸿大气是现代建筑风格无法替代的, 同时又具备作为博物馆功能性的历史特征,非常完美。 但是这种现代公共建筑也有其优点,就是采光特别好,空间感特别足, 不如其中,感觉很通透,很敞亮,哪儿哪儿都充满了阳光,倒是和东北人的性格不谋而合。 大厅的一角有一个文创商店,叫做吉人堂,弄得古色古香挺好看的, 遗憾的是并没有线上的文创网店。 旁边还摆了一排纪念章自动售货机, 这一台需要亲自动手参与制作,选好图案之后用力一摇就出来了, 我把它挂在了车钥匙上,有点意思。 我们上半集主要介绍了白山松水的记忆,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, 展示了吉林地域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史严格重大事件。 这一集视频主要介绍了另一个重要陈列,破晓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。 中国东北是一片辽阔富饶的土地, 但也正因为它的辽阔富饶让两个恶林所觊觎。 眼看着蜻蜓腐朽无能,沙俄和日本步步紧逼, 争相把魔爪伸了过来。 蜻蜓先是出让了驻路权, 又允许俄日两国在铁路沿线驻兵圈地, 真是国中之国了。 满清腐朽到这种程度, 难怪辛亥革命一声炮响, 就被革命党人砸了个稀巴烂。 经过一番激烈斗争, 张作霖逐步掌握了东北全境, 但他也无力赶走日本人, 只是尔虞我诈相互利用, 最后还被炸死在黄蛊腿。 张学良接班的时候还挺年轻, 也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扶重, 但他不敢动日本关东军, 毕竟老爹死得可挺惨啊。 于是, 调转枪口向北, 决定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, 并在满洲里附近, 陈兵十万, 严阵一带。 但万万没想到啊, 十万东北军, 愣是被四万苏军打了个稀里哗啦, 两个主力旅, 一个旅长战士, 另一个被俘, 士兵大都交枪不杀了, 张学良本来就没有赌徒的那种死磕到底的狠劲, 一看战士不力, 赶紧收兵求和, 最后反而帮助苏联巩固了在东北铁路的特权, 还顺手搞丢了335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, 这可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, 仔细一看, 东北军这一仗打的日本关东军都挺吃惊的, 知道你东北军拉胯, 却没想到拉胯到直接劈叉, 这回完全放心了, 开始变着花样的挑衅东北军, 接着个踹你屁股一脚, 明儿个抽冷子下个腿瓣, 后天干脆扇你个嘴巴子, 张学良不但不敢反抗, 反而抽调十几万精锐大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, 留下一个兵力空虚的大东北, 任由关东军折腾, 有时候啊, 日本人折腾的太狠了, 他就扔下一句话, 不要抵抗, 等候交渗, 有人把脖子洗白白, 送到一头狼的嘴边的时候, 你猜狼会不会咬下去, 如果前期的不抵抗命令, 是怕手下擦枪走火, 那么九一八之后, 日本关东军已经明火直仗的开打了, 相当于齐本格拉屎了, 还能忍吗? 能? 张学良非但没有集掉中原大战后, 留在关内的十几万兵力, 火速返回东北抗日, 反而明令东北军不要抵抗, 迅速撤到关内, 东北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地盘呢? 不要了, 反正也带不走, 三千多万老少爷们呢? 管不了了, 反正也不跟我走, 你老爹张作霖可还没入土呢, 顾不上了, 扔给日本人吧,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跑得这么快, 把日本人都吓一跳, 闲话了吧嘎, 我们很是对敌人狠, 张学良很是对自己人狠, 还是他更狠呢? 要是张作霖能复活一下, 都得气得把棺材盖踹飞喽, 土匪都知道打不过才撤户呢, 你倒好, 枪都不敢开, 摸头就跑啊, 我费多大劲才打下这片江山, 你说扔就扔了, 真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啊小兔崽子, 如果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, 能够把入关作战的东北军主力撤回东北, 集中精锐延南湾铁路与日本关东军强力对峙, 坚持斗争, 关东军大概率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, 毕竟关东军的兵力只有一两万人, 而东北军却有二三十万, 但这事呢, 其实也两说, 张学良手下的中高级将领啊, 被日本人渗透的非常严重, 东北军这盒大树只是看起来高大威风, 其实根啊早已经烂了, 总之, 张学良真就下达了布蒂康的命令, 带着大部分东北军夹着一把窜进了关内, 把个富饶辽阔的东北地区和三千万东北人民, 拱手送给了柜子, 此后东北地区就成了日本进一步惊吞中国的大后方和兵工厂, 如果不是迅速占领了东北, 日本的实力和野心也不会膨胀的这么快啊, 从这个角度说, 张学良不仅仅是东北人民的罪人, 更是全国人民的罪人, 即便五年后兵剑蒋介石促成连贡抗日算是立了一功, 也不能抵消之前犯下的滔天罪行, 还记得上期节目说的那个汉奸西洽吗, 名挺怪是吧, 其实他是满族, 全名爱新觉罗西洽, 这帮清朝的遗臣总惦记着反民父亲, 自己又没有军队, 就暗中勾结日本人妄图利用关东军的势力, 让溥仪再登地位, 恢复满清, 九一八事变让西洽看到了希望, 赶紧转达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, 任由日本人占领所有的军事要地, 然后就谢莫杀驴宣布与张学良决裂, 率领驻扎在吉林省的五万东北军的大部分, 偷敌叛变, 这网吧毒子太可恨了, 余下近两万人当中, 一部分撤往关内, 追随张学良而去, 剩下的纯爷们留在东北坚持抗日,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, 坚持抗日的东北军余部, 部分尚存家国情怀的土匪, 深受日军残害的农民, 以及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, 组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, 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, 自1931年10月起, 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大量党员到各路义勇军中领导工作, 我们熟知的抗日英雄杨敬宇, 赵尚志和赵一曼, 都是1932年被党派到东北各地领导抗日工作的, 也都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东北的大地上, 1932年维满洲国成立, 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血腥镇压, 因为义勇军成分复杂, 短时间内难以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和统一的指挥体系, 被日伪军各个击破, 到1933年初, 东北抗日义勇军基本瓦解, 原来东北军的余部, 有的投降了, 有的入关追赏薛梁去了, 原来的土匪, 有的回山里继续打架劫舍, 有的受了招安当了围警察, 只有一小部分武装力量,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战斗, 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。 1936年2月, 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, 共编程11个军约3万人。 1931年918时, 日军人少, 东北军人多, 5年之后, 情况发生了逆转。 1936年, 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约有15万人, 1938年底增加到36万人, 1939年诺门罕战役后增加到50万人。 除了这些武器训练都占优势的正规日军之外, 还有大量的伪军和伪警察部队估计去使。 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, 东北抗连3万人的总兵力就格外的势胆力薄了, 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啊。 抗连的游击活动离不开群众的支持, 日本鬼子意识到这点之后, 就强令抗连活动区, 集加并囤, 建立敌团部落, 外建围墙栅栏, 层层射卡攀查, 对内审查拷打, 一旦查出来谁为抗连提供过, 吃穿用品就大开杀戒。 因为打着围满洲国这张狗皮, 很多脊梁股缺盖的人都投靠过去, 为满洲国卖命。 这些伪军, 伪警察, 战斗力虽然不咋地, 但对乡土人情很熟悉, 充当带路党杀伤力很强啊。 在这种联合围剿之下, 抗连的处境越来越难, 战斗检员难以补充, 枪支弹药更是难以获得, 到后来就连粮食和过冬的棉衣棉鞋都凑不起了。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,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被破坏, 随后红军主力开始了漫长的, 东北抗连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都失去了联系。 长征结束后, 蒋介石就派严锡山和张学良围剿陕北根据地, 七七事变之后, 日军迅速占领花呗, 连年的战事和山水阻隔, 让东北抗日联军几经努力, 却始终无法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, 无法获得领导和支持。 这一阶段, 共产国际通过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与抗连取得了联系, 并指派中共在莫斯科工作的王明和康生, 指挥抗连的工作和战斗。 王明和康生不肯到东北来, 甚至不愿到海参崴, 他俩就待在莫斯科, 隔着半个地球遥控指挥。 正是这一时期, 抗连的路越走越窄, 仗越打越败。 1937年底, 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, 却并未安排人员接替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, 抗连成了媚娘的孩子。 缺少了上层领导, 必然导致内部凝聚力的涣散。 1937年之后, 统战性质的抗日武装部队陆续被打散或叛变投敌。 到1938年冬天, 抗连只剩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五千余人。 又过一年,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展开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的时候, 抗连队伍却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。 随后, 杨静宇、赵上志等许多重要领导和将领, 因为叛徒告密而牺牲, 对抗连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。 1940年底, 抗连主力仅存的700人退入苏联, 成立抗连教导旅。 后苏联方面授予番号, 远东方面军独立步兵第88旅。 东北抗连教导旅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, 估全境外的情况下, 加强军事政治整讯, 不断派小跟队返回中国东北, 坚持对日游击斗争。 并为抗战结束后, 中共迅速实现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, 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干部基础。 1945年, 抗连教导旅跟随苏军打回了东北, 为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, 全面收复接管城市, 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作为一名东北人, 我深深地为东北抗日联军在绝境之中, 仍然顽强抗日, 绝不屈服的精神感到震撼。 在牺牲的前一天, 杨靖宇下山恳求老乡给他点吃的, 老乡说, 你打不过他们, 不如投降了吧, 现在投降的不杀。 杨靖宇摇摇头说, 如果都投降了, 中国就完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